好 來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怎麼做輸出 如果你是我們現在這個國際版 你當然還是要存一下專業檔 這裡有一個輸出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輸出方式有沒有 只是輸出的方式來講的話 國際版只能輸出到雲端 只能輸出到雲端 但是沒有關係 你從這邊下一步 好 那你看一下這裡 它呢 會先要求你先做一個動作 在這邊請你先選擇你的那個簡報的類別 Children 小孩 Children 喔 人家等到就好啊 對不對 這個字你也認識 好 然後你要不要公開 你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你不公開就是只有你登入自己帳號的時候才會看到 好 才會看到 那別人不會看到 再來呢 你往下走 因為各位是做電子商務對不對 對啊 一十一萬 對 很重要的 你在網站上要不要有關鍵字 要啊 你們有沒有學過關鍵字了 有 有齁 那網頁可以加很多關鍵字嘛 可以啊 所以呢 在這裡也是一樣 你可以加你的關鍵字 一十一萬 預設的話呢 會自動幫你把 這個描述裡面會把你 簡報裡面有用到的文字會自動加進來 好 會自動加進來 另外呢 除了這個 還有 在這邊 預設加載 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它預設的話呢 會幫我們 自動 把你的標題放進來 然後呢 還在下載中就會出現這個字 你可以選擇不一樣的那個loading的畫面 知道什麼叫loading畫面嗎 知道 載入中 那個很討厭的畫面 對 反正就是還沒全部下載完啦 那另外 要不要加密啦 或者你要不要加logo啦 這邊都可以設定 好 我就先把它發布一個囉 好 按輸出 這時候一樣啦 它還是會請你 先登錄一下你的那個 帳號 好 現在登錄成功 有沒有 它就開始把你發布上去了 那這個可能就要一點點時間 看你的內容多管 好 看你的內容多管 等一下呢 它就會給你一個網址 那麼 順便提一下 因為各位要做網頁 所以有一個語法 你一定要認識 嘿 你們有沒有用過一個叫 iFriend的語法 我們還沒有開始做網頁啦 還沒有做過 但是 你一定看過很多 請問有沒有看過 有把YouTube影片 有把Google地圖 放到網頁裡面去的 有啦 那個就是這個語法 我找一下 因為它還在跑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好 來這邊看一下 來 你看 我們這裡面 比如說我去 順便介紹一下 我們家有開YouTube頻道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到我這邊來看看 這些內容 如果你要把影片砍進去 如果你要把影片砍進去 我們的分享 有沒有兩種 應該說三種 除了這個 有沒有叫砍入 嗯 那你看一下這裡 有注意到這裡有個語法了嗎 i f-u-r-a-f-e 那叫葉框 Friend 對 所以呢 不是Friend 好 這個語法的意思就是 我把我的影片 就砍入在你的什麼 網頁裡面的一小塊 那你的這邊的寬度跟高度 寬跟高這樣就看得懂了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在網頁好像切塊出來 我就把它砍一個別的網站的內容 這個呢 包括了我們什麼 我們的那個 Google的地圖啦 YouTube影片啦 甚至很多網站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做分享 你看我們這邊應該差不多了 哇 還在上傳中 欸 沒有關係 反正等一下你會看到 那我順便利用這個時間 登錄一下它的官方網站給你看喔 來在這裡 你可以到它的官方網站上 去怎麼樣 去管理你已經發佈上去的這些簡報內容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有一個sign in 有看到了嗎 好 這邊就是所謂的登錄齁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打一下 假設你剛剛那個帳號 已經打過了 你記得就可以從這邊登錄 好 那麼 你現在看到了有沒有進來了 雖然是英文的啦 但是你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想要去管理 你發佈上去的這些簡報 你就從左手邊這裡 my presentation 就是我的什麼 簡報 對啊如果真的都看不懂 請看右上角 Google翻譯 有沒有一個Google翻譯 對啦 如果你真的 就覺得啊 這樣都不會用力 你就來翻譯一下 又說翻譯一下 我的演講這樣可以嗎 按一個 默認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已經發佈上來了 在這邊 好 那有沒有看到垃圾桶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刪除 也可以做複製的動作 好 也可以做複製的動作 這裡 我看一下這裡好了沒有 還沒 沒關係 我點另外一個給你看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 iFriend卡錄 有喔 就是這個語法 所以它 如果說你今天把我們簡報做好了 你想要把它放在你的網頁裡面 它就會提供你這個語法 欸 那我順便問一下囉 嗨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S 多了一個S 欸 跟EC很有關係欸 那就多了一個S 多了一個EC 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我們網址 是不是都是HTTPP 對啊 可是有這個 比較貴餒 因為這個叫SSL 這是加密啊 所以一般各位 如果你在登錄 比如說像信箱 或是像雅富的Google的信箱 你檢查一下它的最前面 在這邊都會有什麼 HTTP S 也就是說你的資料在傳輸的過程 會做加密 我們一般HTTP 是屬於透明的 也就是傳遞的過程沒有加密 所以任何人攔截到這個封包 會怎麼樣 好像了 就會看到 這樣知道了嗎 知道了 所以它有兩種語法 有兩種語法 你可以自行看 看你還用哪一種 這樣清不清楚了 就 好 哇 哈哈 這樣傳失敗 這很過分耶 好啦 反正 這邊 你知道怎麼傳就好了 它就是完成了之後呢 會給你一個網址 好 會給你一個網址 然後會像這樣子 你可以在上面去做管理 如果真的不OK的 你不喜歡 你就 垃圾桶把它按一下就刪掉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